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父 我们通常总以为异象必须在特别的环境里才能看见 你告诉我们这个想法错了 异象是在日常生活中看见的 你喜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启示你自己 你常常到很普通的路上去寻找一个人 然后忽然向他显现 父神啊 求你教导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等待你 我不求什么超然的感觉 我只求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交通 求你在日常的道路上做我的伴侣 让这卑微的人生 因着你的同在而得着变化 有些人喜欢常有特别的喜乐和启示 但是这并不是你的方法 那些浑游向外 跟看不见的世界有奇异的接触 并不是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乃至日常生活上的交通 在主耶稣门徒中间 看见耶稣在高山上变形的 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 也就是同常 克西玛尼远苦味的 没有一个人 能一直留在山上 因为山下还有许多工作 等待我们去做 天父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 并且如此实行 谢谢你 祷告 奉祝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